老公已经不爱我了 更不愿意亲近我怎么办 这是我的粉丝黄女士 她的一个留言 她说老公有两年没碰过我了 还总是动不动 用嫌弃我的语气说我 说实话 以前是我有点嫌弃她 她无论长相学历都不如我 但她是个很勤闹的人 会操心 我也觉得她很不错 可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我发现她变了 变得对我没有耐心了 以至于我一说话 就要说我的地步 我很痛苦 离婚吧有点舍不得 不离吧又过不好 很不舒服 长期下去 我觉得我会抑郁的 真的很痛苦 你说像我这样子的婚姻 还有必要维持吗 我的回答很简单 你舍不得就是不想离 或者还没到离婚那一步 因为你也说了她很不错 而且她爱你的时候 你是满意的 可现在为什么越过越不好了呢 我从你的描述来看 是你一直在索取她对你的爱 但是你没有给她回馈 你给她的爱 你对她全是挑剔嫌弃和不满意的 这些她是感受得到的 所以她在爱你的时候 你是没有珍惜 她的爱被你消耗光了 现在她不给你爱了 你开始难受了 那你要改变这个状态 就是你去爱她吧 你要觉得她真的是不错 那就去认可她 体谅她 理解她 让她感受到你对她的爱 这样她对你的态度 才会慢慢转变回来 你们的关系也才会好起来 在什么地方 我还能想起来 我还想起来